Coco早餐 Coco姐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看你这个报道 大部分的人大概心情 应该不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输出的劳工 不是高阶的劳工 几乎还是新加坡比较低阶的劳工 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我们是从最近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会发现说有很多新加坡的公司 来台湾染财 大家应该都会从电视上看到 很多都是光鲜亮丽的 譬如说饭店餐饮业 或者是机场低勤 或者是精品销售这一类的工作 看起来其实外表都非常的光鲜亮丽 所以这次我们就飞到了新加坡 去了解一下 这些在新加坡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到底工作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很意外的发现 其实他们在那边几乎是 连非常多的年轻人都认为 自己在那边其实是 他们用了台劳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最近非常多的台湾年轻人到新加坡工作 他们拿的是工作准证 新加坡的工作阶级非常的严谨 大部分过去台湾人去那边 拿的其实都是SP或是EP 那其实就是比较是技术性劳工 或者是有专业的人才这一方面的 可是我们最近这一波的 我们看到他拿的是WP 大家知道WP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吗 其实呢他们有非常多的 WP在新加坡工作有非常多的限制 大家听一下 第一个就是不能怀孕 不能生小孩 不能转换雇主 第三个呢 不能跟新加坡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结婚 只要有翻到的这些经济 都要遣送回国 那可可姐你有没有想一想 其实这些听起来会不会跟我们台湾的状况很类似 我们背带外劳是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可能比我们对待外劳 其实是比较更严谨的 因为其实我们对外劳并没有说不能结婚 不能跟公民结婚这个规定 可是在新加坡其实是有这样子的规定 那问题是这么严格的规定 划得来吗 我看到赚的钱也没有比台湾的薪水高好几倍 赫兹高百分之多少而已 是 其实我们就看了了解一下他们的薪资大概是多少 很多的年轻人去那边是觉得是说 这薪水听起来其实是跟台湾的差距非常的大的 以年轻人的心理 因为现在大部分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大概拿的可能就是22k 25k左右 好一点的也有可能是到27k 8k 那可是我们到了新加坡了解一下说 那到底他们去那边划得来吗 那我们看到了他的薪资呢 大概平均大概是三万一 到六万块左右 那差距也很大呀 那三万一的话那就划不来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工作除了赚钱之外 他还有一些前途前景的铺陈对不对 可是我看到你所写的他们那种工作环境 好像让人还蛮心酸的我不知道啦 就是说他们究竟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抉择呀 其实我们这样子看起来 工作环境看起来其实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 因为你想一想譬如说是在五星级的饭店 那或者是在精品销售 那这些精品销售其实都是这些精品店喔 那看起来其实非常光鲜亮丽 实际上呢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喔 他们其实新加坡的生活水准 他们的物价水准其实跟台湾比起来喔 像最新的一个调查就有发现是说最新的一个国外调查 其实新加坡的物价水准在亚洲是最高的 所有的城市里面它是最高的 它甚至比东京还要高比香港还要高 那我们有去查了一下 发现我们以大麦克指数 大家可能会最清楚的以麦克汉堡这样子来算的话 它的物价几乎是比台湾贵了四成 也就是如果我们台湾一个大麦克卖一百块的话 新加坡其实是可以卖到140的 所以在那边呢 它的存你要你要到那边存钱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喔 那我可以再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 比如说在那边租房子 在那边生活的开销呢 我们大概去到那边看到一间亚房 就是说它是没有厕所 一间大概五坪不到的亚房喔 它大概平均要一万六 一万六千块的台币 那你如果要套房的话 可能就要一万块新币 就是等于大概是两万四左右 那你赚的钱也差不多都 它不给你 它找你去做这个工作 这些地方 他们没有那个宿舍吗 有宿舍地方好像生活环境 也蛮拥挤的是不是 是有一些其实公司是会给津贴的 大概是会给两百块新币 也就是千八左右 可是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的人呢 去到那边呢 刚开始人胜地不熟的时候呢 他们住到的都其实都只是租床备而已喔 像我们有碰到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 他在那边住到的房子呢 是一间公寓主屋大概有四个房间 三十几坪的房子住了三十四个人 这些让我非常的无法接受 我很压抑 我问他说一间四个房间的公寓 住到三十四个人到底要怎么住呢 他说六八六八 六八六八的话呢 就是两个房间是住六个人 然后两个房间住八个人 还有地方还可以塞人喔 客厅还可以再塞六个人 就只睡觉就是了 对不对 对 这个符合新加坡法律规定吗 其实是不符合新加坡法律规定的 因为新加坡其实对这个租屋 他们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规定 就是一间房一个组屋呢 他其实是住不能住超过九个人的 可是实际上还是有人是违法这样子在做的 那大家想想看这样子一个床位要多少钱呢 大家一个床位要两百五新币 大概是六千块左右 这样一个也要台币六千块左右啊 是的没有错 所以其实而且这其实不是一个 一个人两个人碰到这样的状况 我这边采访的大概十几个人 其实有好几个人其实都有碰到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压抑说 原来这其实是一个 在那边你如果要省钱 就算最普通最普通 你住的房子可能就是比较好的 也许就是四百块新币 四百块新币呢 大概也就是将近一万块左右的台币 那他出的其实就是在三个人一起睡的房间 是我要请问一下那个姓菲 我们访问的是天涯杂志的资深主币 林姓菲小姐 谈的是这一期五百四十一期的天涯杂志的特别企划 台劳输出启示录 那这些现象所呈现出来的状况 就是说这些人他如果留在台湾 难道他找不到类似的工作吗 那去除他们的支出 在台湾的薪水的支领 跟他们输出到新加坡所赚的钱的差距 难道是大到足够让他们自己在新加坡 去承担做这种WP的签证取得的这种被受限 而且被歧视的劳工吗 滑得来吗 我必须这样子说 大家想其实这些年轻人去 其实他分成几种的状况 我想在你我的身边 都非常多这样子的年轻人 第一个他可能是当刚刚大学毕业 对于未来的前景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去学一学也无法 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去新加坡增加国际事业 似乎是不错的 那其实他们也不了解新加坡实际的状况 第二种我遇到非常多 其实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了 那大家可能会想 三十几岁了已经都有工作经验了 为什么还要去新加坡 其实他们很多 其实我碰到非常多人跟我讲的是说 他们在这边三十几岁了 他可能领的还是不到三万块的薪水 看看他上面的高阶主管呢 可能是四十岁了 他可能还在领四万多块的薪水 他们觉得是在台湾很多个人的工作 会觉得是没有希望的 没有前途的 他不知道他的未来 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子走下去 所以他们会抱着一种希望跟梦想 去到新加坡 那真是有的是转换跑道的 那你看到 当然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画面 都不是非常的光彩的吗 就是说他的工作还不错啦 在名牌店啊什么的 那在五星级酒店 因为都服务业嘛 新加坡对不对 那有看到一些成功的故事吗 那这个发展的趋势 会越来越 当他的真相披露到台湾之后 我们的年轻人会比较却步吗 那如果不去新加坡 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 只是在讲说 去到新加坡工作不好 其实我们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你其实还是 你要到新加坡 你必须要有一些心理的准备了 其实我们也有碰到一些 其实现在很多人 很多的仲介开始来这边 或者说新加坡来这边招揽的人才 就有关幼教老师 对对对 是的 那幼教老师呢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开出来的薪水 其实还是在大概2000块新币左右 2000块新币左右 其实在那边拿的还是WP 因为新加坡对于薪水的阶层 其实是非常的控管 非常的严谨的 那大概就是说 你是2200新币以下的呢 你拿的就是WP 以上的呢 你拿的是比较是技术性劳工 那我们有看到 有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呢 其实是 如果你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 你没有带着太多的技术 去到新加坡 你拿的可能就是WP 就是能做服务业这一类的 可是我们也有碰到 有一个有的幼教老师呢 他其实是譬如说 他已经有非常好的专业 他过去有15年的资历 我们碰到一个刘老师 他其实是过去在台湾 他有15年的资历 那他其实也已经有不仅是幼教 他也有特殊教育的专业 那去到那边 然后雇主 他其实是愿意给你更高薪水的 所以这位老师呢 他拿到的就是2500新币 也就是大概是6万块台币左右 那其实在那边他的生活 我们看到他其实在那边的生活 其实他是过得还蛮开心的 那所以我必须要告诉各位的是说 那去新加坡他是一个新的选择 那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他 他是 他一定就是不好的 所以说你必须是要有所准备去的 对 你是要怀抱 对 你的意思就是 自己要有比较特殊的 这个学习的一技之长 对不对 要能够他的取代性比较低的 这个状况 换句话说 你的意思就未来的发展 如果你准备好了 有不同的这种 这个自己的技能的话 在新加坡闯出一片天地 还是有可能的 是的 没有错 这一点是大家要 你如果已经自己先做好武装 你先做好准备的话 我觉得到新加坡 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说 你是一个没有技术 就是说他的技术 技术性比较低 取代性比较高的人 你要到新加坡 你可能就必须注意 你怀抱的梦想 是必须实际的 因为实际上 我们其实也跟当地的学者有谈过 就是要拿WP的人 在新加坡 你想要翻身 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主要是 他们对这样子的劳工 这样子他们就把定位为低阶劳工 所以即使是饭店 即使是他的雇主 其实不会给你培训的机会 所以这一点就比较困难 所以这一点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如果要到新加坡去工作 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换句话讲 你拿的是WP 你在新加坡永远是WP 永远是低阶劳工 你没有办法在当地获得晋升 获得这个被训练的机会 就是一个输出 就是一个劳力的供应证而已 那就划不来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不是 是 没有错 那相对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很多的学校 现在也都去引进一下 你刚刚讲的是 这个像幼儿教育 对不对 幼教老师 现在在新加坡 是来我们这里招生的吗 那这些学校 他们在培训上面 有没有一些国际性的人工 人力的需求上的 转向的配合呢 我想现在有非常多的学校 幼教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 新加坡的公司 其实都已经到 我们的幼教 跟学校去合作 去直接去招生 那其实我想 他们有非常多的 合作的关系 尤其现在其实很多的 自从实行 大概大学三四年级 就已经先到新加坡去了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年轻人去的 只是说到去到那边之前 你要先了解当地的法律 你要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 是怎么样了 要只是一头热的过去而已 对世界是平的 但新加坡的英文水准是蛮高的 我们年轻人要到新加坡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 我看你们也写到了 我们的劳工去了 发掘自己的英文的使用的能力 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提升 总而言之 新加坡是一个机会 但是要做好准备 而且要看清真实的现状 那天涯杂志最新一期的 台劳输出启示录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它是一些真相的描述 非常谢谢了 谢谢你 谢谢 天涯杂志的资深主笔 林信菲小姐告诉大家 这一期的特别气话 我们输出台劳 你究竟目的何在 你为什么要到新加坡 自己先想好再说 明天见咯 一点点栏目的 开个视频 转发与 收督 无党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